好,您的外卖 嘎吱一声,门打开了,沐鱼一咕噜摔了进去 你做什么点 大哥,对不起,我是送外卖的 沐鱼打扰着眼前的男人满头大汗 衣服上还有血字,再结合他脚下的行李箱 一个毛骨悚然的想法,瞬间有无毛 你在看什么 大哥这造型,这行李箱 看上去跟电视剧里面演的杀人炮石太香了 大哥哥无力杀鸡吧 这衣服多好,可惜了 以后杀鸡去楼下菜市场 才五块钱一只,也不归 关键小区里面不方便 大哥,记得给我个好评 沐鱼看见一个男人打执了一把刀出来 急忙转身告辞 赶住 大哥,你们是不是在拍短视频 我就觉得大哥长得像演员 在哪个平台啊,我也关注一下你们 沐鱼感到后脑剧痛,眼前一黑,倒下去 喂,小子 大哥,我错了,我再也不偷听了 我以为你在和嫂子亲热呢 真的,我什么都没听见 我也不知道你们之间的事情 你帮我分析一下 现在五楼有你的酒饮 倒好有你的指纹 要是我串着你的衣服跑了 警察来了 看见你的屎提 是不是就不会继续追查下去了 叮 神级选择系统成功激活 随着脑海里响起声音 沐鱼眼前出现了三个选项 选项一 居不配合 与追恶四抗刀地 完成奖励 自塔木打造的骨灰和 选项二 协助凶手逃离 完成奖励 大师级工将打造的蠢银手铐 选项三 想办法报警 完成奖励 全新的电瓶车电磁 大哥 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刀上的规矩我都知道 出去以后我跟谁都不说 咱俩一起出去 我掩护你 要不大哥你先跑 能逃多远是多远 这里我来身后 门一关 没有时间半个月 警察根本不会上门 说不定几个月都不会有人知道 男人见沐鱼眼睛一直四处张望 拿着刀放在了他脖子上 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 什么问题 哦 我知道了 大哥 那肯定不行了 你想想 要是我死了 我媳妇儿晚上是不是的找我 找不到我是不是的报警 报警了就要去我们公司 我们公司有我接单的数据 一查就查到这间房子了 最多明天中午 警察就破门而入了 你说我杀了那个女的 然后谁杀了我 这不合理啊 也对 那你说怎么办 沐鱼经过两个半小时的不懈努力 终于让犯罪嫌疑人放松了警惕 同意的暂时离开案发现场 大哥 没人 快走 刚走出门 沐鱼突然说道 坏了 大哥 我手机往里面了 你等我一下 我去拿手机 男人也没多想 沐鱼转身走进屋 眼疾手快 把门给关上 反正 一气呵成 喂 警察吗 我要报警 明家小区移动二单元603 有人杀人 对 我现在很安全 死了两个 凶手 被我关门外面了 我和死者没有关系 我是你的送外卖的 沐鱼脑袋晕晨晨的 坐在地上 不一会的功夫 就晕了过去 等 成功完成任务 获得奖励 全新的电瓶车电磁 先与输注成功 摆脱凶手的控制 追加奖励 全新的充电宝 物品已自动放入系统空间中 医生说你头部遭受过重击 有轻微脑震的 我们就长话短说 你的基本情况我们已经了解过了 现在希望你配合回答几个问题 你好 我是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的刑警杨丽 我们今天过来 就是想找你了解一些情况 这位是我们支队的副队长 文杰 沐鱼对警察这个职业十分敬畏 特别是现在 他经历了一起凶杀案 还是唯一的目击者 我们的民警对你做过笔录 你说犯罪嫌疑人就是本地人 对吗 对 你并没有看清犯罪嫌疑人的脸 你是如何判断他就是本地人 口音 那个男人带有浓浓的金男口音 对于一个外卖员而言 长期与各种人打交道 沐鱼敢肯定 那个人就是金男士本地人 当时 你是如何确定行李箱里面藏有尸体的 监视剧里不是都这么隐的吗 两个警官又问了几个问题 沐鱼都如是红榜 好了 沐先生 感谢你的配合 如果还有什么一路的信息 请及时联系我们 登 检测到输注蚂蚁500块钱款即将逾期 出发性人物 选相依 与警察协商 接500块钱还麻衣 完成奖励 新的外卖服 选相二 趁警察不注意 偷偷溜出医院 完成奖励 新的手机 选相三 告诉警察 没有中大线索 但是必须让你参与破案 完成奖励 外卖接单率提升10% 沐鱼躺在病床上 仔细回想着昨晚事 忽然猛地坐起来 黄笑不止 警察冲进来 借沐鱼坐床上傻笑 怎么了 需要帮你找医生吗 警官 我有中大线索 什么线索 但是我有一个条件 我想要参与破案 不可能 有什么线索 你可以直接告诉我 隐瞒不报 同样是违法的 沐鱼傻眼了 直接说了 没有奖励 不说又是隐瞒不报 怎么这么难 医生说我有情味脑震荡 我突然又忘记了 等我再想想 有没有什么办法 能让你恢复记忆 我这种情况 应该是你行性已忘 如果能参与破案的话 或许我能想起来什么 你这些都是从哪里知道的 电视剧里不是都这么演的吗 一共三位死者 女性死者 叶文立某直播平台主播 25岁 家住名家小区一栋二单元603 也就是案发地 两位男性死者 其中一个死者 潘杰 34岁 无业游民 是叶文立前男友 另外一个男性死者 谷永年 42岁 是本市义企业的高管 经过两分半钟 文杰详细讲解了三名喜酒之外 我们现场发现了真恐摄像头 里面有叶文立和谷永年的小电影 叶文立和潘杰准备对谷永年进行敲诈勒索 在争执 打斗过程 潘杰拿起螺丝刀 日见了谷永年的脖子 导致警动脉破裂失血过多死亡 关于报案人 这个外卖员的情况掌握得怎么样了 没有前科 给女性死者送过四次外卖 这是第五次 通过我们的走法 这个叶文立每天晚上11点都会点外卖 她的笔录和现场基本吻合 不过暂时没有排除同伙作案的可能 杜法医 尸检结果出来了吗 初步结果已经出来 死者叶文立 死亡时间昨晚11点至12点 全身一共有9处伤口 致命伤在胸口 凶器是一把匕首 在现场并没有找到 经过两分半钟 杜法医详细讲明了三位死者的事件报告 根据报案人的描述 犯罪嫌疑人带有手套 鞋套 在现场我们很难找到有用的线索 文杰的手机响了起来 是留在医院看守沐鱼的刘警官发来的消息 现在有一个特殊情况 八人沐鱼有重要的线索提供 不过有一个请求 什么请求 他请求参与破案 无闹 他把公安局当什么地方了 没告诉他隐瞒案情的后果吗 说了 他说他头部受伤 因为脑震荡导致逆行性遗忘 要把线索忘记 如果能参与破案 他或许会想起来 传言 所有人都愣住了 既然他想来 就让他来吧 拜到审讯室 好好审审 看这小滑头在打什么主意 从之前的口供来看 沐鱼很积极配合 现在怎么突然想要参与破案呢 难道他就为了拖延时间 让同伙牵头 沐鱼很着急 也很紧张 该不该马上告诉警官那个线索 万一要是落一个 知情不报的罪名就完蛋 可是系统奖励提升 10%的外卖接单率 正当沐鱼还在纠结的时候 沐鱼是吧 请跟我们走一趟 警官 我有一个重要的线索 要提供给你们 我刚想起来 我脑真当导致你信心疑忘 真的 不信你们可以问医生 我们现在怀疑 你是这些凶杀的犯罪嫌疑人 有什么要交代的 到了局里再说吧 警官 我真的刚想起来 沐鱼 你为什么要求参与破案 我想起了一个线索 但是我想参与进来 帮助你们找到真相 你们提供什么线索 那个男人的歪套领口 有个商标 红星二科 金兰市只有一家专卖店 店里有监控 我马上安排同事去查 现在来说说你的情况吗 我的情况 我没事 一点皮歪伤 加上轻微脑震荡 医生说休息几天就没事了 你真的不认识叶女士吗 不认识 也不算不认识 我给她送过几次外卖 这个到底算不算认识 那你手机里 怎么会有她的照片 不可能 旁边的警察拿出一张照片 递给沐鱼 苏蒙蒙 警官 这是网上的一个女主播 叶女士就是你手机里的苏蒙蒙 警官 你们是不是搞错了 他们是有一点像 可也不是同一个人呢 本警官一直在观察沐鱼的表情 如果沐鱼真的在演戏 那她的演技足以获得奥斯卡最佳影 师傅 红星耳克的店长说 那些外套是今年的新款 现在我正在调取新控 把犯罪嫌疑人的照片拿给导购员 让他们看看能不能缩小目标范围 师傅 找到了 十一中的体育老师叫梁俊 锁定了犯罪嫌疑人 一场全市的代步行动很快就展开 两个小时后 在一间小鱼馆里将梁俊抓 事情的起因是 主播苏蒙蒙过去邀请梁俊到家中 正在深入交流 玩得正嗨时 她的同果 潘杰闯入拍照勒索 并曝光照片 导致梁俊失业离婚 愤怒的梁俊到来她家 死了她 才发现卧室有据难事 此时潘杰从卫生间出来 两人沉默看着对方 开始商量如何处理现场 沐渝不小心闯了进来被潘杰打晕 又和梁俊争吵了起来 两人打斗过程中 梁俊直接同死潘杰 你可以回去 凶手已经归案了 是因为我提供的线索吗 文杰本不想承认 不过确实是沐渝提供的线索 才快速抓住了凶手 只好点了点头 有多少奖金 在巡场告示 通缉告示还没出来之前 案子已经破了 没有奖金 不过后面有可能会追加奖励 到时候我们会联系你 从沐渝报案到破案 只用了15个小时 现在已经真相大白 叶文丽的父母已经来了 俩老口一时还接受不了女儿遇害的事实 警察并没有透露叶文丽和潘杰 做局敲诈勒索的事情 梁俊也会受到法律的制裁 等速度成功完成任务 奖励 外卖接单率提升百分之 沐渝刚走出派出所 拿出手机就看到几个随友聊的震撼 你们听说了 沐渝被抓了 什么情况 我这请着一天做个痔疮手术 沐渝就杀人了 我准备出一本书 叫做我的杀人犯室友 看着随友的聊天信息 沐渝决定恶作剧把 马哥 我从公安局逃出来了 快点来接我 马明哲正在提着外卖打开群聊一看 吓得外卖都掉了 沐渝 把你抓住有没有奖金 咱俩一人一半 钱我给你父母带回去 让你们失望了 凶手已经抓住了 不是我 现在我已经放出来了 老子刚才报警 警察说你无罪释放了 吓得我外卖打翻了 赔我三十六块钱 几个随友 看到沐渝头上绑着绷带 连忙关心道 受伤了 严重不 没钱搁几个凑凑 可不能出院啊 警察说你的伤还没好 哥 我们陪你一起去医院 钱的事情你不要操心 你们谁借我五百块钱 我蚂蚁块鱼七了 嘞 看来这伤不碍事 走吧 多几个 去喝点啤酒 庆祝一下沐渝平安无事 马哥 我是说真的 蚂蚁块鱼七 我只有八十五块钱 我没钱 住院费都是用蚂蚁套的线 我还有一百五十块钱 反正还不起 先去喝酒 你说的好有道理 来 先走一个 刚割了只窗 你就这么勇 我碍事 难得老马和钢子请客 今天晚上 咱们喝个痛快 给你去去晦气 一瓶啤酒下肚 冰凉的感觉 让人心里特别舒畅 在审讯室里待的一晚上 沐渝都快要疯了 也顾不得头上的伤 都比我刚割了痔疮都那么有 他没那么矫情 苏蒙蒙一天没上线 昨天晚上 那个榜一大哥有点凶物 酒过三巡 几人都喝高了 躺在十以上 睡了过去 这几个送外卖的 怎么回事啊 在公园里睡觉 看样子昨天晚上喝多了吧 小伙子 快醒醒 要睡去其他地方睡 我们要下降棋了 大爷 下降棋啊 我陪你们杀几局 小伙子 你还是看一下你朋友吧 裤裆里全是血 要不是看他是男的 我还以为是来大姨妈了呢 马明哲看着地上的董勇 昨天刚搁了痔疮 现在一裤子都是血 沐渝 康子 快醒醒 董勇不醒了 沐渝悠悠醒来 只觉得脑袋都要爆炸了 眯着眼睛看着周围的人 愣着干嘛 还不快送医院 你 小伙子 你 卧槽 杀人犯 老大爷看了眼报纸上的头像 又看了看沐渝 哥几个 他就是那个杀人的外卖员 大爷 你可不能乱说 我哥们没杀人 警察都已经发公告了 不信你上网查查 哥几个 快来 带着一个杀人犯 这几个都是同伙 快点来 他们要跑了 大爷 我真的不是杀人犯 警察已经把我放出来了 你不是杀人犯 那你怕什么 你还想跑 公园里这时候没几个人 一群大爷大妈很快就围了过来 丁 显测到苏主存在被围欧的风险 出发新任务 选项一 以一笔中 达到这些老爷 完成奖励 一百万现金 选项二 拿出证据 证明你的清白 完成奖励 五百元 选项三 仍有这些老人将你带到派出所 完成奖励 只能大行地图 大爷 你们上网刊登新闻 警察是不是已经还我清白了 网上造谣的太多 我们只相信 电视新闻和报纸 不要和他废话 赶紧送派出所去 都给老子滚开 马明泽一声 飞起东勇 就像是一头发疯的公牛 冲出人群 看着东勇被带走 牧鱼松了一口气 但当得下去要闹出人命了 几个大爷则是围着牧鱼 一人抬一个方位 浩浩荡荡地朝派出所走去 警察说说 他是杀人害 昨天我看的新闻 家民小区一问鱼的被杀了 就是他干的 你们误会他了 凶手已经被抓到了 昨天的新闻报道有误 他不是撒一犯 他是好银 听见警察的解释 大爷都露出了尴尬的表情 小伙子 对不起啊 我给你们讲 可能刚才你们感觉我处于下风 但实际上我告诉你们 我是练过的 轻轻松松一打五 我是害怕我一用力 就伤害到你们 好了 既然是误会 大家都散了吧 你的伤没事吧 要不要我送你去医院看看 那就送我去看看吧 叮 成功完成任务 获得奖励 只能导航地图 沐浴座上将位的警车直奔 金南市第一人民医院 各单位请注意 回南大道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 肖市出租车司机疑次酒驾 独驾正在逃逸 现已行驶至三星街 在附近的警员 请立即执行特殊拦检 你先下去 怎么了 有个出租车司机肖市逃逸 我得去追捕 你自己打车去医院吧 沐浴庚准备下车 叮 早于突发状况 出发系统人物 选项一 直接赶去医院 完成奖励 五百元 选项二 协助警察 拦截肖市车辆 完成奖励 一万元 我突然觉得身体没有不舒服了 我和你一起去抓犯人吧 赶快下去 这不是开玩笑 抓犯人是警察的事 你个外卖员瞎惨或什么 再不下去 你就是妨碍公务 沐浴一听 立马跳了下来 走到路边安身探气 一万块钱的奖励啊 就这样飞了 突然 沐浴眼角的余光挑到一辆黄色的电瓶车 吴小冬 接一下你的车子 沐浴 吴小冬跟见鬼了似的 被吓了一跳 不贵 此夜子就死我的女朋友 这么愣解给你 沐浴从裤子里掏出仅有的现金 五十块钱 吴小冬立马把电瓶车让连沐浴 非常中二的大喊道 亲母比早骨好我的女朋友 沐浴没时间和他废话 骑上他的女朋友 啊呸 是电瓶车 我去 这是拍警匪骗吗 那个出租车司机肖势投影 在回南大道直接把斑马线的人撞飞了 两个学生当场死亡 高速路口肯定已经封闭了 招式车只要不傻 绝对会往乡镇上跑 到了农村 没了监控 岔路优多 就算汽车而逃 也有躲藏的地方 各大位注意 招式车右拐 准备上老宿 前方的招式车突然停了下 将为一个急刹车 不用避免撞了上去 整个人都飞了起 招式司机太猛了 直接把警察干飞了 现在趴在车顶上 电影都不敢睁了眼 教你装人 教你好意 看我不抽死你 沐渝想到两个学生被撞 气就不打一出了 一年前 他牵着沈月逛街 一让最驾的车急迟而来 沈月将他推开 自己却撞飞了三十名人 人虽然抢救了过来 却成了植物人 求求你别打了 哎呦 救命啊 小赃 我去抓人 沐渝被警察按着 让他瞬间清醒过来 警官 你们抓错人了 闭嘴 不准动 再动我就用电机了 沐渝听见电机两个字 瞬间就老实了 一动不动 龙所长 你们抓错银了 那个银才是肇事司机 那你是做什么的 松弯弯的 外卖员 你在这里干什么 我协助江警官抓犯人 是吗 是的 小赃 干得不错 下次注意安全 我在车里建议跑车顶上去了 给我吓出一身冷汗 小沐 感谢你对此次行动的协助 小赃 你把他的信息记住一下 看能不能弄一个建议永违 龙所 沐渝可不是一般的外卖员 前天晚上 明家小区的凶杀案 协助刑警队破案 也是他 不错 看来是个苗子 有没有兴趣来我们石井派出所 当一个协警 龙所长 我之前在城南派出所 当了两年的协警 现在 我还是继续送外卖吧 协警的工资没有送外卖的多 沐渝很缺钱 难怪你正义感失足 可惜了 老陆那个浑小子没眼光 错失了你这样一个人才 丁 成功完成任务 获得奖利 一万元 龙所长 几位警官 我先回去了 就不给你们添麻烦了 吴渝 快帮我来点凭车起过来 都这么死喉了 我要接待了 我现在就过来 今天来感谢你了 改天请你吃饭 就今天吧 明天 拉回你所话算数了 拦得锁你了 赶紧过来 公安局外围的一群人 拿着长枪短炮的拍摄设备 在采访文警官 那个穿着黄色外卖服的男人 就是沐渝 你们去采访他吧 记者们一窝蜂地冲了过来 沐渝被吓了一跳 你好 我们是金郎卫视的 想要约你做一期不发节目 你好 我们是做短视频 直播带货的 能不能 请问作为你外卖人 面对穷凶极恶的待 你当时有没有害怕 沐渝一脸茫然 面对如此多的记者的包围 他有些紧张 不知道该如何开头 你们有什么想问的 可以联系我经纪人 经纪人 难道被杰族先登了 沐渝站在路边 美滋滋地想着 一万人想你怎么封配事 一辆电瓶车 飞速朝着他冲了过 快让开 警官 我头有点晕 你醒了 对不起 我想把电瓶车给你骑出来 可是我控制不住他 医生说你是轻微脑震荡 需要多休息 这个我熟 如果有什么不舒服 一定要告诉我 医药费我出 物工费营养费我也出 你的电瓶车已经拿去修了 知道了 你回去工作吧 我没事 可能是流了不少血 沐渝现在浑身没劲 眼皮很沉 刚说完就睡了过去 医生查房把裤子脱了 脱你大爷 不对 你不是脑子被撞了吗 怎么还做了个整容手术 怎么回事 为什么你看上去那么帅 董勇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一股悲愤之情涌上心头 小八年我还没有哭的时候 他们都叫我白马王子 这些年 我被酒色所伤 请让如此憔悴 你啥时候出院啊 到时候去留寡夫的馆子包衣着 我请你们喝酒 你瞧 改天 到时候有机会 下次 哪次你说话不是当屁胖了 我信你个鬼啊 上次出去吃饭 你找我接了三百九十八 啥时候还我 我发现你变了 但钱是落到了我的口袋吗 马哥拉着我去的时候 鼻子们不拦着点 再说了 当时的情况有多复杂 你清楚吗 博有手有脚 钱没了可以再挣 他们就不一样啊 父亲董勃到处欠债 母亲又走得早 还有弟弟妹妹要上学 我去帮助一下 不是应该的吗 当时出来结账的时候 我还是签了你的名字 我有报告过什么吗 沐浴被董勃说得一愣一愣的 扑了上去掐着董勇的脖子 白嫖你答应啊 那是还我的钱 还钱 要钱没有 要命一条 反正我已经不干净了 来吧 今天我就是你的人了 小姐姐目瞪口呆的看着 你们继续 我什么都没有看见 我去 都怪你 最下好吧 我的初恋就这样结束了 美丽的护士姐姐 王铁妞 沐鱼 不行了 快点叫医生 限开了 医生很快就进来了 是一个女医生 把裤子脱了 现在的年轻人一点也不注意影响 这是公共场合 而且刚做了痔疮手术 你医生看着眼睛 摇了摇头 这么帅的男人 既然有这种癖好 愣着干嘛 还不赶紧出去 你会缝合吗 还是准备录个视频发朋友圈 沐浴尴尬的笑笑 刚准备离开 顶 出发系统人物 选择一 告诉医生 不就是缝合吗 谁不会啊 完成奖励 大师级三口缝合术 选择二 拿出手机 录下手术的过程 发个朋友圈 完成奖励 大师级视频拍摄技巧 选择三 老老实实地离开兵房 完成奖励 一个口罩 沐浴刚拿出手机 在女医生冰冷的眼神下 又揣了回拳 亲口的医生 不就是缝合吗 很难吗 谁不会啊 你会那你来 我来就我来 顶 任务完成 奖励大师级三口缝合书 顾瑜的脑海中 突然多了无数伤口愈合的知识 仿佛他就是一个资深的外科医生 拿起手术前 整个人的气势都变了 狗有扭头看着沐浴拿起手术前 急忙臭女医生喊道 你要干什么 医生 你来着他 救命啊 逼嘴 麻烦等忙清洗伤口 这时麻醉事走了进来 看到这一幕 瞬间压麻呆住了 刚主任 这是怎么回事 他说他要亲自帮他朋友缝合 上麻药吧 让我们看看他有多大的本事 这不可规矩吧 出了什么问题 我来承担 麻醉事叹了一口气 打完麻药就退了出去 沐浴 你行不行啊 要不 还是让医生来吧 我怕 求救你们好不好 我含钱给你 医生 看不懂你啊 沐浴的动作很快 手也很稳 不到两分半钟就完成了伤口缝合 让一旁的汤红侠都两个不可思议 你们看看 一个外卖员缝的都比你们好 让你们多练习 下班就知道玩游戏 过程我都拍了下来 回去我会发群礼 让大家仔细看看 你们在说什么呢 沐浴 你是不是给老子菊花缝上了 老子现在感觉不到了 医生 我求求你了 他就是一个送外卖的 哪会缝针啊 把裤子穿上吧 麻药进过了就有感觉了 你朋友已经帮你缝合好了 很漂亮 你是在哪个医院 我怎么没有见过你 很漂亮 总有个心里闹闷 那玩意儿还能用漂亮来形容 你一个手挖绝机专业的 怎么会缝合伤口 在学挖绝机之前 我还学了两个多约的服装设计 就你那点小伤口 要是有缝纫机 我一脚下去就搞定了 根本用不着这么麻烦 董勇傻眼啊 你他妈学了几天缝纫机 就敢拿老子的菊花动手 这他妈能一样吗 看着董勇逐渐失去理智 不如赶紧溜之大吉 今天好些没有 快起来吃饭吧 我在食堂随便弄了一点 也不知道合不合你胃口 刘警官 你也太客气了 我都好了 可以出院了 你不用每天都给我送饭 楼下就有食堂 还买这么多水果 多货费 不麻烦 我们中午有休息时间 正好过来看看你 这果然可不是我买的 是金南卫视的记者 托我带上来 记者 是我的一个好闺蜜 她听说我把你撞了 非要让我来劝你去参加一期节目 如果你不方便就算了 丁 出发系统人物 选项一 同一录制金南卫视的节目 完成奖励 高级请哪个都输 选项啊 拒绝邀请 完成奖励 精美的过篮 沐宇连拒绝的心思都没有了 系统摆明了 想让她同意录制节目 什么时间 明天下午三点 刚好明天你出院 到时候她会来接你的 丁 任务完成 奖励高级请哪个都输 刘文当沐宇办好了出院手续 然后给他转了一千块钱的物工费 加各种理由的费料 刘警官 我给你介绍一下 他们都是我的朋友 马明哲 潘志刚 董勇 这位是公安局的警官 刘文 你们好 感谢你们为这个城市所做的贡献 我代表金南市公安局 向你们表示敬意 行了 你们先回去吧 你不和我们一起走吗 我还有点失 暖声折扬 看着逐渐走远的黄车 三人陷入了沉默 沐宇的下谱归我了 三人内心大喊瘦 说好了一起吃苦 他却半路帮了富婆 外卖人的生活太苦了 他也是迫不得已才选择了走劫将 董勇说着说着眼泪都快要掉下来了 你怎么哭了 我没哭 风太大了 眼睛借沙了 你怎么也哭了 不于手上只剩下最后一个单子 荣德大厦 停车场 地区 503车位 车钥匙放在左边前轮上 打开副驾驶车门 给他贵一口黄焖鸡米饭 感谢外卖小哥 我会打赏你200块钱 我去 该不是饿死了吧 这哥们多久没喂他了 喂 是赵先生吗 您多久没来喂他了 我刚开车门 一股石车位 他恐怕都已经饿死了 麻烦你帮我喂他一口 他最喜欢吃的就是黄焖鸡 麻烦你帮我 赵先生 您听我说 他已经死了 死了还怎么吃吗 麻烦你了 帮我喂他一口去一口 好吧 沐鱼叹了一口气 他给的实在是太多了 硬着头皮上前准备喂饭 仔细一看 沐鱼盆口恶然放大 整个人朝着后面跳去 却不料后面就是一堵墙 他后脑勺直接撞上去 沐鱼醒了过来 看着熟悉的环境 熟悉的医生 露出了苦笑 医生正准备说话 沐鱼抢先开口 轻微脑震荡 需要留院观察两天 注意休息 他说的 都是我的气 那晚一而 属于说酸水的 记得从诊疗费里抠出来 并可是我自己看的 主任 一两口就不 不管是春节联欢晚会言小匹了 沐鱼这个月 已经第三次住院了 要不有三个会员卡吧 以后还能打八折 这堂主任还挺幽默的 你自己先说说吧 当时我接了一个订单 是送到荣德大厦 沐鱼用尸两分半 把事情的经过都描述了一点 你说 当时你已经知道 被单下面是一具尸体 那你为什么还要答应对方的请求 给尸体喂吃的 也在外卖人的业务范围吗 我当时想着 赵先生是一个哀宠人士 宠物死了肯定很难过 主要他给的太多了 这次有证据证明和你无关 你也给我倒霉 好好休息吧 可别着急出院 医生说你再撞两次 指不定哪次就醒不来了 沐鱼看两位警官 准备离开了 凶手抓到了吗 这些案件的证据链十分明确 凶手的身份印已经确认 现在正在权力抓捕中 更多的细节就不便向你透露 警官 我的手机 小杨 让人把手机送过 对了 警方已经发布了悬赏通缉令 提供线索抓获犯罪嫌疑人 或直接抓获犯罪嫌疑人 将给予二十万元的奖励 丁 出发系统任务 选项一 提供线索协助警方 抓获犯罪嫌疑人 完成奖励 十万元现金 选项二 直接抓获犯罪嫌疑人 移交警方 完成奖励 二十万元现金 选项三 什么都不多 先说移交 完成奖励 全新的阵头 沐鱼马上拿出手机 查了一下 京南市公安局发布的通缉令 凭借这点零碎的信息 根本无从下手 躺在床上胡思乱想一碰 纷纷沉沉的睡了过去 苏警官 分享一下警方的信息 我看能不能找到线索 警察办案的消息 能随便透露给你吗 那是违规的行为 你就别瞎折腾了 刘文看着沐鱼情绪低落的样子 气好气又好笑 你干嘛这么执着 想要抓住犯罪嫌疑人 你很缺钱吗 为了争议 沐鱼目光炯炯的看着刘文 接着露出尴尬的笑容 顺便钻点小钱 你现在的行为 已经严重攘乱了 我们正常办案 你说你一个外卖员 操着警察的心 试图个啥 跟我回局里一趟 你想要知道什么情报 如果可以 我都想知道 沐鱼和案件无关 也不怕事后被追究责任 如果能找到凶手 那可是一笔巨款 为了沈月 他无所畏惧 换个地方行不行 文警官 这个地方太压抑了 我怕 没得商量 在抓住犯罪嫌疑人之前 你只能在公安局里待的 文警官 在公安局里 如果我找到了线索 那二十万的悬赏还酸输吗 只要能抓住犯罪嫌疑人 那二十万我亲手交到你手上 师傅 沐鱼只是一个外卖员 你难道还真的以为 他是什么生探吗 上一次他就是 瞎猫遇上死耗子 痛小看见了凶手的衣服 不到半月 三起案件 女主播被杀 肇事出租车闹事追捕 停车场女士 都有他 你说这是 瞎猫遇上死耗子 虽然看不出有什么联系 但是我总觉得有点不对劲 师傅 你这么一说 沐鱼还真有过倒霉的 赶上走进科学栏目 估计又是一个被写之物 沐鱼成功地得到了案件的信息 死者田小娟 死亡时间在2022年6月5日 晚上8点到9点 死因是窒息性死亡 脖子上有罩心的指纹 沐鱼傻眼了 难怪文警官同意让他看资料 即便他知道了这些 又能如何呢 刘警官 田小娟的尸体在哪 怎么 你还惦记着那20万的奖金啊 哪能啊 刘警官 我昨晚上做噩梦了 我寻思着当面给他说几句 让他不要缠着我 你这是封建迷信 田小娟的尸体已经活化 被他家人带回去了 沐鱼之前看过阿飘电影 都说人去世后的第七天 死者的魂魄会回到死亡的地点 赵新算好了时间 演了田小娟最喜欢吃的黄焖鸡 这绝对是有意义的 耳边传来逃脱的声音 抬头一看 田小娟的坟已经被逃开了 沐鱼一个箭步冲过去 死死地把赵新按住 我腰包紧 我抓住杀害田小娟的凶手了 对龙德大厦停车场那个 我在金花镇新龙村 就是田小娟的坟头上 我不是村民 我是一个村外卖的 你不是警察 编医 你懂吗 你刚才报警说 你是村外卖的 那是安昊 你以为你很聪明吗 其实你的一举一动 早就在警方的监视之中 警官 你手炮呢 忘呆了 信不信 我给你个差评 你个杀人犯 还敢给老子差评 沐鱼气的火冒三大 直接把赵新套负隆顿 你果然是村外卖的 你怎么知道 我会在这里寻思 闭嘴巴你 那天他拉着我去逛商场 到了停车场 我才知道他准备买家具 想要搬到我爸的那套房子去 警笛声已经靠近了 沐鱼听完了整个故事 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只能保持成 沐鱼说的口干舌燥 什么头肌 生同轻死恐怖 老师教 你们是不是想耍赖 把我拿手关私吞了 副局还是那套说辞 行了 放他回去吧 让他把银行卡信息登记一下 按照流程走 这个外卖员不仅找到了线索 而且新手抓住了凶手 太出乎意料了 当问到沐鱼 为什么被联系到这些的时候 阿飘电影里不都是这样演的吗 你们不看电影 太上齐了 却没人动筷子 先把钱给了 不然我心里不踏实 怎么 害怕我来争啊 刘姐 算一下多少钱 哟 沐鱼 今天请客啊 这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还是你买彩票中奖了 来 搁几个 先走一个 好家伙 勇哥 你不是说接酒了吗 接酒 我有什么资格接酒 人家有钱呢 为了养生接酒 有车当 喝酒价接酒 有本事的 为了行徒接酒 我啥都没有 就剩下这点酒量了 我不喝出点成绩来 我的人生还有什么意义 没毛病 这话属实我爱听 酒活三巡 沐鱼的手机响了 沐鱼 你在哪里 刘警官 喝酒呢 你来不来 沐鱼刚说完 发现刘文挂了电话 我不行了 你们喝 又想耍赖是不是 突然 几个警察走了进来 谁是沐鱼 沐鱼听见有人叫他 扭头看见几个警察 刘警官 你还来得真快 快坐 老板 再炒几个菜 添几副碗筷 沐鱼 我们怀疑你和一起凶杀案有关 请你配合我们去一趟公安局 凶杀案 董勇三人傻眼啊 平时一毛不拔的沐鱼 今天破天荒的警客 难道是杀了人 来喝剑行酒 你们是不是搞错了 沐鱼听见凶杀案三个字 不仅没有感到诧异 反而一脸兴奋 悬赏通告发了吗 多少奖金 这他妈的什么脑回路 几个警察一脸猛逼 沐鱼 你也是我们公安局的老书人了 这次请你来 是希望你能给我们讲讲六月二十号 也就是前天晚上凌晨十二点半左右 你在黄怀路中断了家小超市 看见了什么 前天晚上 有死人吗 真不知沐鱼是有意还是无意 一句话就让所有人都提高了警惕 又死人了 你这句话什么意思 警官 我只是猜测 你看你们这么大的阵势 一看也不是什么鸡毛酸皮的小事 你很聪明 难怪能在之前的案子中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你夸得我都不好意思了 其实我真是瞎猜的 电视剧里不都是这么演的吗 不管你猜没猜对 你先告诉我 当时你做了什么 看见了什么 听见了什么 沐鱼仔细回想那天晚上 他骑车回家的路上 突然想上厕路 跑到厕所又发现没带诊 还好附近还有一家小超市 老板 有人吗 要买什么 老板 来包卫生纸 快点 要兜不住了 一个带着鸭舌帽 低着头的男人拿着一包纸走过来 多少钱 送你了 快去上厕所吧 别拉裤子里了 老板 谢谢了 警方调取了周边的监控 与沐鱼的口供基本吻合 你能描述一下老板的体貌特征和书果的话 和口音吗 我只记得他带了一个白色的鸭舌帽 低着头 身高 体型和我差不多 至于口音 他说话嗡声嗡气的 我也说不上买是哪的口音 老板是男的女的 男的 你能判断出他大概的年龄 25到40岁吧 毕竟带着猫子和低着头 我也没特别留意 监控录像显示 从进入厕所到离开厕所 一共花了十分钟 你在里面都干了什么 叮 出发系统人物 选择一 告诉他们你把屎拉在了裤子上 完成奖励 高级挖掘机技术 选项二 对着警官说出 警官 金厕所当然是拉屎 难不成拉屎野方法吗 完成奖励 高级厨师技术 秋强剑木鱼直愣愣的盯着前方 似乎在思考什么 怎么 这也要想很久吗 警官 金厕所当然是拉屎 难不成拉屎野方法吗 杨玲目瞪口呆的看着木鱼 他一直这么勇敢吗 木鱼 好好说话 闻警官 只是这个警官的问题 他让人难以理解 在你出来以后 手上拿着一条 哭卡 这是怎么回事 这这这 我没憋住 拉了一点在哭茶上 感谢你的配合 希望你手机能二十四小时保持畅通 我们随时可能会再联系你 现在你可以走了 木鱼一动不动 似乎在等什么 莫先生 你可以离开了 我想问一下 这次选赏奖励有多少 木鱼 先回去吧 小杨 你送一下 我不管你是不是出了车祸 必须马上给我到现场来 电话那头直接挂了 董老板 听说你们品位宣的 处此跑路了 要不要我派两个人 帮你撑撑场子 薛大贵 我就知道是你搞的鬼 混蛋 我警告你不要乱讲话 小心我告你诽谤 董力的妻子陈颖走了过来 附在董力耳边说了几句 这能成吗 最坏的结果不也是弃权吗 不一会功夫 只见董力拿出一个公告牌 上面写着万金一菜 你这个算不算数 算数 木鱼从兜里掏出一万块钱 甩给董力 我们开始吧 董力看着木鱼那张年轻帅气的脸 再看看一身外卖员的衣服 又看了看手上的一万块钱 这他妈哪来的哈哈 小兄弟 你之前做过厨师 我爷爷是乡下的厨子 以前他给别人搬席的时候 交过我几招 乡下厨子 学过几招 董力眼前一黑差点晕倒 董老板 过来打把手 时间不多了 老公 你怎么了 你没事吧 别吓我 老婆 回去以后 把酒店盘出去吧 我们换个城市重新开始 这等吗 是美食大赛 你一个外卖员跑上来 一出手就是上百个鸡蛋 合着你炒大锅菜 你准备做什么 蛋炒饭 美食大赛 你就做蛋炒饭 还准备这么多鸡蛋和米饭 你没病吧 轻微脑震荡 不过应该已经痊愈了 时间到 沐鱼端起一盘蛋炒饭 放在了桌子上 闻着味道就感觉很好吃 看来这个外卖员 还是有点厉害 从业这么多年 还是第一次有人 在美食大赛上做蛋炒饭 从用料和外观上来看 缺乏创意 味道尚可 打个五分吧 接下来轮到美食博主 阿菜 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蛋炒饭 宝宝们 今天我发现了一个宝藏外卖员 他做的蛋炒饭真是一绝 我给他九点五分 阿菜拿出一个竖起大拇指的板件 铁粉都知道 这是他对美食的认可 送你了 快点拿着吧 别犹豫了 这是属于你的荣誉 谢谢 沐鱼孤然一乐 抬起头直视阿菜的影子 刚才那句话 说话的语气 似曾起